选前超级新一天 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 白天前进桃园出席新住民的活动 同时也再度出手帮郑一鹏等人来浮选了 那么根据了解 为了冲刺桃园的选情 绿营上上下下是根本不敢大一的 最近短短两个礼拜之内 已经陆续有赖清德 邵美琴跟蔡总统的重量级大咖 七度到桃园来助选 那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近义上跟大家同款的绿色领巾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和新住民朋友发刚情 我们新住民的朋友 结婚生子坐月子 有时候孩子还小 妈妈从娘家 过来台湾帮忙看孙子 但是好像签证的时间很短 希望能够延长 那我们就来延长 大家说好不好 出席新住民活动冲刺政党票 区域立委选情 赖清德也要顾 赶场帮郑彭扶选 选前超级星期天 赖清德狂扫桃园 从中立卢竹到大西 毕竟基本盘蓝大鱼绿 守住既有二加一席外 还要频繁转 有多重视不是说说而已 从十二月二十五号 萧美行到中立演讲 三十一号赖清德四场宗教行程 四号开始赖消分镜合集 六号应得美中立大造势 隔天赖清德又来 当星期内 绿营七度出动 大咖道桃园辅选 严防桃园选情拉警报 民进党重兵压阵 不只助攻总统大选 也替立委选情加温 这薛学华 荒兴桃园采访宝宝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